2017年初 妻子带着女儿来韩国给我团聚 我特别开心 可是因为语言环境的不同 妻子一直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特别是她离开年迈的父母 放弃心爱的工作 来在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很陌生的 是啊 她常常闷闷不乐也不怎么说话 我看到她痛苦难过的样子 也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三月费那一天呢 她跟我说起信神的事情 我觉得信神挺好的 因为我奶奶也是信主的 我就没怎么在意了 一段时间之后 看到她每天心情都很好 精神状态跟之前完全是两个样 我感到很高兴 慢慢的呢 我对这个教会产生了一些好奇 是什么样的教会能使人有这么大变化呢 是 一天我就问她 在哪个教会信神呢 她告诉我说是全能神教会 我一听说是全能神教会 我立马想起2014年山东昭远案 我心里就很生气 我就很严肃地跟她说 以后不许你再和那些信神的人来往了 再看到你联系他们呢 我把你手机砸碎 妻子满脸疑惑地问我 为什么要拦阻她信神 我生气地说 为什么 我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这个家 你知不知道 全能神教会 是中共政府严厉镇压打击的教会 2014年发生的五二八山东昭远案呢 网上说这个主要案犯 张立东是全能神教会的人 你要是和他们在一起 不是羊肉虎口吗 可妻子坚定地说 张立东他们不是全能神教会的人 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话 我和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接触两三个月 看到他们呢 各个端庄正派 但人善良 真诚 弟兄姊妹谁有难处呢 都能互相帮助 扶持 根本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这是事实 是 可当时 我听妻子这么一说 我就反驳她了 一上网看一下 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这时呢 她边说边拉我坐下 就跟我说了 你也是有思想有见识的人 对待什么事情呢 要有理性 得根据事实说话 不能偏听偏信呢 对 妻子还说 你还记得六四学生运动吧 本来是大学生为了反腐畅脸 争取民主自由的爱国运动 而中共呢 竟找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假扮学生 混到学生队伍当中呢 打砸抢烧 推翻军车 制造混乱 然后将这些罪名呢 栽赃到学生头上 紧接着 中共利用央视 广播的媒体 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 将这起学生运动呢 误陷为反革命暴乱 最后 用坦克车 把至少几千名学生 活活的碾压死了 其次还说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呢 都知道 中共是独裁专制政权 它历来打击正义 凡是跟它有不同政见 不同观点的团体或个人 它一贯实施打击定罪 甚至镇压取缔 是 中共每次暴力镇压宗教信仰 民主维权运动 少说民族抗议 都是先制造假案 然后呢 大肆制造舆论 煽动民众 最后 血行镇压 这都是事实啊 是 就像 五二八山东昭远案 也是中共 栽赃陷害给全能神教会的 是中共精心炮制的 又一起假案呢 这都是中共惯用的伎俩 是啊 中共建国几十年 一致就是这么做 是 可是 我根本听不进妻子的话 我生气地说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再信全能神了 我必须为了 这个家的安全着想 我要保护你和女儿 不受到任何伤害 其他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再和你说最后一遍 以后 不许你再和这些信神的人来往 老老实实在家 当好你的贤妻良母 否则 别怪我把你关起来 说完之后呢 我就摔满出去了 走在路上 我心里很难受 想想 我们结婚十年了 我从来没跟他发过这么大的火 想到 我们俩 从相识到相恋 走进婚姻的殿堂 经历太多的不容易了 双方家长坚决反对 文化差异 年龄差距 异地苦练 所有磨难都经历了 这十年 他为了这个家 也受了不少苦 说实话我是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现在呢 就因为他信了神 我就对他发这么大的火 我也知道 不应该这么做 可是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呢 这时候 我打开手机 看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还有女儿那张 甜甜的笑脸 我就告诉自己 我是这个家的安全堡垒 我要保护他们 谁也别想伤害他们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害怕影响和妻子的感情 影响到家庭和睦 所以呢 就只是要求妻子 在我面前 别提信神的事情 虽然外表上呢 我没正常地相处着 但是我心里感觉到 我心里感觉到 和妻子之间呢 已经产生了隔阂 一天我下早班 刚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听到 屋里面传出欢快的音乐声 还有妻子和女儿的 震震欢笑声 我心里很好奇 家里好久都没有 这样的欢声笑语了 今天是什么样的歌曲 能使他们这么开心呢 我悄悄地打开房门 看到电脑屏幕上 播放着全能神教会 制作的歌舞视频 神真实的爱 六个年轻女孩 欢快地舞姿 动人的歌声 特别是 她们每个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了 我心里很好奇 我就想 这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呢 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为什么他们唱的歌 跳到舞 能感染人 能使人心情放松呢 如果他们真是恶人的话 怎么会流露出 这样善良真诚的笑容呢 是啊 我女儿看我走进屋 又让妻子给我播放了 全能神教会的歌舞视频 神把荣耀带到了东方 我不忍心打断女儿 难道我们一家人呢 有这么好的气氛 我就抱起女儿 坐到妻子身边 一起观看了起来 当我看到这个歌舞视频 以替她舞的形式 舞出了雄鹰的气势 大气磅礴 韵味十足 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是 看完之后 我妻子看我 看得很投入 她跟我说了 这些歌舞视频呢 都是全能神教会弟兄姊妹 编排录制的 他们都是非专业人员 我很惊讶 这怎么可能 没受过专业修炼的人 怎么能跳出 这么出色的舞蹈呢 还有啊 这些歌舞视频啊 都是很正面的 让人呢 积极向上 给人力量 振奋人心 如果是性情凶恶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正能量呢 是 为什么我所看到的 跟网上传的 完全不一样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子微笑着说 不可思议吧 如果不是神的亲自带领做工啊 非专业人员 哪能跳出这么好的舞蹈啊 你要是看了 全能神教会制作的电影呢 会更惊讶 全能神教会有圣灵做工 有神的祝福 所以歌舞 电影 制作的都很好 电影中交通的真理啊 让人很得益处 是 其子还说 网上那些反面宣传 都是中共给全能神教会造的药 根本不属实 中共这样抹黑诬陷全能神教会 目的就是为了迷惑人 让人都弃绝 敌视全能神教会 不敢考察神的末世做工 失去神的救恩呢 是 听妻子这么一说 我心里边更加好奇 全能神教会 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网上说的那些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该不该让妻子继续信神呢 我内心里面呢 就又开始纠结起来了 争战一番之后呢 我就决定 亲子去全能神教会看看 帮他把把关 如果说 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呢 行为不端正 或者看出他们有什么恶行呢 我立马带妻子离开 再不许他到教会去了 如果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我就不再拦堵妻子信神了 周末休息的时候啊 我就主动给妻子说 想去全能神教会看看 他听了之后啊 又惊又喜的 我们来到全能神教会后啊 丁佑子妹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从他们带人接物上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善良 真诚 我紧张地方的心呢 慢慢的也松了下来 这时候 有个姊妹在播放音乐剧 小珍的故事 我也很好奇地看了起来 看到剧中 小珍的坎坷经历啊 我被深深地触动了 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经历 我年少的时候呢 因为家庭变故 我小小年纪啊 就在社会上漂泊 为了能活下去呢 我受尽了凌辱 尝尽了人情的冷漠 现在呢 为了生活 我努力打拼 风风雨雨这些年呢 尝尽了酸甜苦辣 感觉很累 很心酸 可是呢 在妻子和朋友面前呢 我还故作刚强 有谁知道 我内心的痛苦呢 影片快结束的时候 有一首歌唱的 全能者怜悯 这些受苦之身的人 同时又厌烦这些 根本就没有知觉的人 因为他要等待 等待很久 才能得到从人 来抵挡 他要寻找 寻找你的心 寻找你的灵 给你水 给你水 给你食物 让你苏醒过来 不再干游 不再干渴 当你感觉到 当你感觉到疲惫时 当你稍稍感觉 这个世间的 这个世间的一份 也要抵挡 要抵挡 要抵挡 不要迷茫 不要哭泣 全能身受望着 随时都会拥抱 你提到来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这生生的呼唤 就像是母亲伸出双手 在召唤 您是已久的孩子一样 我能感受到 这是爱的呼唤 我心里很受感动 是啊 看完之后 我发自内心地说 这部影片 真的太好了 齐泽看着我 哽咽着说 你能被小朕的故事打动 这是出于神的感动吗 感谢神 我知道 你是受五二八 煽动赵永安的影响 对全能神教会 有很多误解 也担心 我和女儿的安危 今天呢 咱们就看看这个案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接着 弟兄姊妹给我播放了视频 山东赵永安真相揭秘 视频揭开了案件的几大疑点 并且逐层剖析 拆穿了中共的谎言 澄清了事实 看到案犯 张立东张帆等人呢 当庭明确表示 我自始至终 没有接触过全能神教会 国家打击处理的是 赵卫山的全能神 而不是我们这个全能神 他们亲口否认 他们是全能神教会的信徒 他们和全能神教会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中共法官 竟无视案犯的证词 公然违背事实 颠倒黑白 硬把这起案件 说成是全能神教会的人所为 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明摆着栽赃陷害权的人教会吗 是 这时一个姊妹给我交通 中共造假欺骗这么多年 早已声名狼藉 在国内 国际 已经臭不可为了 整个世界 看透中共实质的人 越来越多 几乎没有人 在相信中共了 是 姊妹还说 我们都知道 中国属于共产党 独裁统治的国家 根本没有司法独立 和媒体的报道自由 中国的媒体和法院 都是受中共政府操控的 完全属于中共 独裁统治的喉舌与工具 这是公认的事实 就像 昭远案发生后的第三天 在案件和未经法院 审理判决的情况下 中共就利用电视 网络的媒体 对案件进行公开定性 在六月中旬呢 中共又开展百日会战行动 公开动用武警部队 镇压打击全能臣教会 在全国 对全能臣教会 实行铺天盖地 地毯式的搜索 抓捕基督徒 这就看到 沃尔巴山东昭远案呢 就是中共 为了镇压宗教信仰 取缔全能臣教会 一手炮制的假案呢 是 这才是实实真相啊 是 听到这里啊 我心想 中共真是太可黑了 竟然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 栽赃陷害全能臣教会 导致很多 不明真相的人呢 被中共的谣言给迷惑了 都对全能臣教会 产生了很多误解 我也是被中共的谣言 给迷惑了呀 但是我不明白 中共为什么这么疯狂地 迫害全能臣教会 还费尽心机 抛制杀人案 栽赃陷害全能臣教会 还抓捕全能臣教会的 弟兄姊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想到这里啊 我说出了我的困惑 自媒教通说 中共这么疯狂地 镇压迫害全能臣教会 还费尽心机 炮制杀人案 栽赃陷害全能臣教会 就是因为 中共是无神论政党 它的创始人马克思 是撒旦教信徒 它的口号 是消灭一切宗教信仰 让人呢 都信他 顺服他 把他当救主对待 从中看到 马克思 就是一个地道的 抵挡神的恶魔 是 子媒还说 自中共执政以来 他公开否认神 定罪神 亵渎神 把基督教定为邪教 把圣经定为邪教书记 收脚烧毁 把宗教团体定为邪教组织 加以迫害镇压 尤其是末世 全能神在中国显现做工 发表了许多真理 就是 画在肉身显现 这本书啊 震动了各宗各派 很多真心信神 喜爱真理的人呢 读了全能神的话 都能认定 全能神的话就是真理 就是神的声音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都纷纷地接受了全能神 归到了神的宝座前 短短二十多年 中华大陆就有数百万人 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而中共呢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都信了全能神 没有人在信他 跟随他 他就急红了眼 肆意定罪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编造谣言 栽赃陷害全能神教会 多次下发机密文件呢 调动大批武警军队 在全国范围疯狂抓捕 迫害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妄想拦阻神 辅营工作的扩展 企图彻底取缔神的做工 取缔全能神教会 完全暴露出了 中共仇恨真理 仇恨神的撒旦恶魔本性 正如全能神的话说 他要将神的全部 都毁于一旦 要将神再次侮辱暗杀 企图拆毁 搅扰神的工作 他怎能容让 神与他同等的地位 怎能容让 神在地上插手人间的工作呢 怎能容让 神揭露他的丑恶的嘴脸 怎能容让 神打乱他的工作 这魔鬼气急败坏 怎能容让 神在地上 治理他的朝纲 他怎能甘拜下风 丑恶的面目 原形毕露 令人哭笑不得 实难提起 这不是他的本质吗 阿们 感谢神 神话皆是得一点不差 是啊 紧接着 子妹又给我播放了 共产主义谣言这部电影 里面有段神话 使我很受触动 咱们一起读一下吧 好 全能神说 我们都相信 神要做成的事 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种势力 都无法拦阻的 而那些阻挠神做工 抵挡神说话 搅扰破坏神计划的 终会得到神的惩罚 一个人抵挡神的做工 神会将这个人打入地狱 一个国家抵挡神的做工 神会将这个国家毁灭 一个民族 起来反对神的做工 神会让这个民族 在地球上消失 不复存在 阿们 感谢 从神的话中 我感受到 神的权柄威严 任何人拦阻不了 神的做工 虽然中共 绞尽脑汁的抹黑 定罪全能神教会 还疯狂抓捕迫害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但他们还坚持跟随神 穿扬见证神的福音 他们制作的各种福音电影 合唱 舞蹈视频 越来越多 信全能神的人 也越来越多 如果是出于人的 肯定不会在 这么严重的迫害当中 还能发展这么快 是啊 出于神的必行忘啊 这的确是出于神的 这是真道 值得考察 是 明白了这些之后 我心里对全能神教会的 误解和困惑都解除了 我心里的大石头 终于落地了 这时候呢 我对妻子说 你信全能神是对的 以往是我瞎眼没有分辨 还盲目听信 中共的鬼话谣言 拦阻你信谁 太不应该了 是 妻子听了之后呢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激动地说 感谢谁 你能识破中共的谣言 从迷雾中走出来 这是神的带领引导啊 是 此后 我偶尔跟妻子 一起看全能神教会的视频 听她讲信神的事 后来 我生了一场大病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啊 经常来看望帮助我们 在这个人情冷漠的社会当中 弟兄姊妹的真诚相助 使我能感受到家人的慰安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呢 我看到弟兄姊妹啊 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他们都能凭神的话 与人相处 带人真诚 言谈举止啊 端庄正派 跟我在单位中接触的人 完全不一样 是 世界上像他们这样的人 已经很少了 是 是 我觉得 全能神的话 真能改变人 带领人走上正道 而且这样的教会 充满了爱 让人感到很温暖 我欣然地接受了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感谢神 回想以往 我因受中共谣言的蒙蔑 拦阻妻子信神了 但神 没有放弃对我的拯救 还借着弟兄姊妹 跟我交通神的话 使我识破中共的谣言 看透中共谣言背后的阴谋 带领我回到了神的面前 感谢神拯救了我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